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們討論到這個 我們最主要討論佛性 佛性是我們大聖經典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法華經還有 大波涅槃經還有聖曼經 應該是法華經跟大波涅槃經 還有這個佛性論 對佛性這個名詞 是非常注重的 佛性的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是佛教 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名詞 那我們現在已經講到了這個誰的 那個朋友跟實友 第六個主題 到底佛性朋友跟實友 在前面的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 一般從經文裡面 都有出現這兩個 這兩個經文都有 所以如何來看待 到底佛性到底是本有還是實友 那有些人認為 第一個 是著重在經文是在 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的這個部分來講 是認為佛性是朋友 如果是從這個 第二種就是 佛果從妙音生 他這個部分來講 從這邊來講 從這邊來講 他認為佛性是實友 但我們另外的第三種 就是佛性是站在朋友 但是佛性 這是第三類的看法 第三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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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是站在朋友 但是他 在眾生裡面 看不到 在佛果才能夠看到 所以這個是當謝 所以他有兩個 含有這兩個意思 好 那我們其中法師是認為 如果執著這個 因為他先批評第三種 不是 雖然這是第三種看法 他認為還是會 還是站在這個 還是不離開這個 第一種跟第二種 所以如果站在 就是還是第一種跟第二種的 這個中和版本 所以還是 我們這邊還是討論這兩個 就是 執著本有 就是在極上法師批判 所以如果執著本有 執著實有 都是落入在這個誰的 兩邊 是 我們所說的各職經文的一邊 不能會通 不能會通 佛說法的這個本意 所以是一種 我們所說的爭論 這種爭論 會讓我們佛法 會越來越衰弱 那我們 另外他又討論這個 所謂的地論 地論師的佛性有兩種 一個是 所謂理性佛性 另外一個是形式佛性 但是 他不認為 極上法師不認為實地經論的這兩個佛性 一定是理性佛性是朋友 形性佛性是實友 因為他在經文裡面本來沒有看到 這個在實地經論裡面 並沒有看到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推論的說法 所以他把他又 他又引用這個 仁且君說 吾我為如來照 涅槃說我為如來照 這兩個說法都是佛說的 那到底誰是正確 所以他認為 不能把這個理性看成就是本有 不能把行性看成就是實友 那後面的完全就是要講到誰的 如何來匯通 就是我們這個匯通的部分來講就是要了解 本身的佛性意就是 在我們來講的 在那個 我們 本身的佛性意要了解的就是 這個 這個 在39月 今一家相傳與佛性意就是非有非無 非本非事 亦非當 亦非當現 就是講 整個來講 整個佛性 你不能講這個佛性 他未來才現前 佛性非當非現 就是說你不能說現在不現前 未來才現前的意思 因為佛性他本來就在 只是我們無明看不到而已 這要知道他不是 現在不現 未來才當 因為修學才現 因為修行 更煩惱才現 這要知道 這個告訴你 是佛性非當非現 所以這個完全 後面他完全是說 是佛說法的善巧方便 為什麼要佛說要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因為要破眾生的無常 因為眾生落入無常的話 就是完全是斷邊 完全斷邊的話 就會認識的是一種邪界 所以才會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就是為了眾生之 就是之無常為病 那後面的是 佛為什麼又說是 佛果妙因成 就是講到誰的 所以眾生只叫成病 就開始才會講這個 這個佛果 佛的這個佛性 佛果完全建佛性 佛果完全建佛性 佛性 這樣子是建於廟 我們所說的修學成就的 所以才會講到 這個佛果的佛性 在修學才 建於廟 廟行才有 才現行 所以他才講到 因為這個講到 誰的眾生 之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這個 才會講這個佛性是實有 所以這個是講到 但為眾生說 朋友實有 而不是佛性是本有 就是佛性應該來講 就是非本非事 非有非無 非當非現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 佛性本身來講 他本身不是 就告訴你說 這個 站在正因佛性的這個 這個 他本真實意來說 所以 論佛性 屢實非本 非事 如來方便破 眾生無常 就是講到誰的 所以才會 才會講一些眾生佛性本來自有 也是因緣得成佛道 所以 若能得 這是要知道 若能夠這樣來悟 佛為什麼說 眾生皆有佛性 佛為什麼說 佛性是 因妙因才 才 才現前 這是 如果你 能夠了解 佛說的這個 修法的因緣 方便善巧 的話 你就能夠真正知道說 他平等 這平等就是 非本 非事 非有 非無 非當 非現 因為佛性來講 他不是 他不是不現前 他本來就有 因為無明遮蓋 我們看不到 也不是說佛 修學 也不是說 修學之後 他才會現起來 他本來就已現 本來就在 但是我們因為無明看不到 所以他這樣子 你如果這樣子 平等的這樣子 看待他兩個不二 這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 眾生因是生 眾生能夠深深的了解 這樣子的正因佛性 這樣非常深奧的正因佛性 保存佛道 就一定能夠修學成為佛道 如果不如是這樣子了解 這樣正因佛性的話 絕對不是真正的佛性的真實意 那你也不可能成就佛道 這樣子 這個是對佛性到底是本有 還是實有的問題 就在這邊 應該是可以接受吧 就告訴大家 因為這兩個佛性來講 這經文確實有 就是講眾生本有佛性 那另外是佛性 要因為要修學才能夠獻全 真實來講是佛性 它本來就在 不是因為修學才獻全 是以我們無名才遮蓋它 就像我們魔寧寶珠一樣 我們為黑垢所 我們被我們的非常深深的這個黑 我們所說的汙垢所遮蓋掉 不是它的魔寧寶珠的光明不在 是因為被遮蓋了 所以眾生看不到 所以後面它廣論這個 有關於什麼朋友跟實有意 就是講到廣論的部分來講 就是有包括到底 到底這個 除了佛性之外 還有這個所謂的 那個涅槃 還有這個 因為生死 可以講到還有佛果 這些到底是本有 本來就有還是 是未來才建立的 才有 所以它是講到廣說 廣論就是本有跟實有 就是包含就是 因為我們前面是講到佛性 所以它推到這個 它推到所謂的涅槃 不是大涅槃 到底本有還是實有 不是生死 到底本有還是實有 還有佛果 到底本有還是實有 這些 這些到底 這些有關於這本有 實有的一些的 我們所謂的論題 加以說明 所以它用這個 本有跟實有 這本有比較屬於 按照來講是屬於舊 實有是屬於心 就是心舊 心舊的概念 這心舊的概念 它把它放到這個 我們的心念的這個 第一念跟第二念 來說 好 本有也可以 就是這樣 本有跟實有都可以說心 都可以說誰的舊 所以如是這樣子來說 這個 如是這樣來說的話 我們所說的 如是你能夠真正的 如是的了解的話 反舊沒有真正的 新的概念 也沒有真正的 舊的概念 因為我們所說的 如果是心的話 你說心它就可以用舊來推破 你說它舊 就可以用心來 瓦解 所以你說 說真正有心嗎 也沒有 說真正有舊嗎 也沒有 所以這邊才說 我們所說的 無有 到最後就會變成 無有真正的心 無有真正的舊 那我們 我們把這個概念把它推到 這個本有 因為本有是舊的概念 實有是心的概念 所以 這個講到 本有也不是真正的 我們這邊講到誰的 那個本有也不是真 因為本有跟實有 都可以說為心 都可以說為舊 所以心故 既通初後 因為心故都可以 通這個初念跟後念 所以本有 跟實有 那個也可以 通這個誰的 初念跟後念 也可以通初念 也可以通初念跟後念 也可以通初念跟後念 所以心故欲通初後 初名為心 因為他是從心故都可以通初念跟後念 所以他講 所以本有跟實有 所以本有跟實有 也可以通初念跟後念 所以他講 出明為心 好 久心明為故 好 定之何者為心 何者為故 好 所以講到誰的 那個 盧氏就是這個 就是說 你從這樣子來說 你知道說 什麼情況才是心 什麼情況才是舊 所以盧氏的 就是為什麼都知無心無厚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 你說他是舊 就可以用心的來 推破他 你說他是 你說他是 舊的話 又可以用心的來推破他 所以這樣來講 是沒有真正的心 也沒有真正的舊 那後面他完全也是推 這個大涅槃 所以大涅槃五本五史 大涅槃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那個 因為我們分 我們涅槃分為四種 一個就是講自信 第一個是自信親近涅槃 眾生無本 從始以來 本有這個自信親近涅槃 但是我們所說的這個涅槃 這個涅槃不是只有四個 是他的在 我們的涅槃有四種 但你不能說涅槃有四種 涅槃只有一種 但是因為 但是因為 在那個 昇文聖他正到這個 斷探針吃 他的這個 他 不再有後友 不再有這個 三界 受身 這個時候 所謂 所謂的 無於涅槃 眾生 煩惱障一斷的這個時候 是為有餘於涅槃 眾生把這個 眾生把這個誰的 手之障斷 還有煩惱障全部斷 這個時候才修為這個大涅槃 無助涅槃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是有四個涅槃 而是說 涅槃在 在某一個 某一個情況 分位下 說 自信涅槃 在某一個情況下 說 有餘涅槃 在某一個情況下 說這個 這個 說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 無餘涅槃 不算在哪一個情況下 說 無助涅槃 所以 大涅槃 你不能說 它 就像自信涅槃一樣 眾生 從 從來就有這個 就是自信涅槃 你就是 講到 真正的體 體論到這個大涅槃 它就無本無始 就是一往來 就是講它 無本無始的這個 這樣子的概念 這個 這樣才真正的 無本無始 才是真正的 它的真正的 真正的涅槃的清淨性 但是 因為 為什麼要 說它 朋友 說它 使有 是因為這個 因為眾生 因為眾生是 我們所說大涅槃 是因為無明 因為有無明說大涅槃 因為眾生無明 初念時 時起 這個時候 所謂心 佛果後起 所謂舊 因為火果是後念才起 所以它 它是 所謂 在 在 因為是講 以初念來講 所謂心 所以後念所謂舊 那後果是在後念才起所謂舊 所以從 所以我們所說的 為什麼可以從 初念跟後念來 對應 初念為心 後念為舊 所以佛果 大涅槃是佛果 所以它是後期 而我們後期 佛果是後期 因為佛果它也是心 心 心造就出來的 那同樣是心 我們眾生的這個心 是無明的心 所以無明的心是在前面 後面的佛果的心是在後面 所以 所以從 我們講的 從初念來講 所以心 從後念來講 所謂舊 所以為什麼講到誰的 為什麼講到誰的 眾生的 生死為 生死是 食友 念凡是本友 後面來講好了 就是 後面是講的 佛果實情 所謂心 無明 住地已久 所謂舊 好 這也是 一個是講到誰的 那個 兩念相往 初念既得心 初望既得心 所以講到誰 這個 我們所說的心 無明也可以叫心 也可以叫救 佛果也可以心 也可以叫救 好 無明佛果 既得如此 生死 生死 涅槃 也可以如是這樣子 就是在因緣 就是我們所說的 如何介紹 生死是本 食友 念凡是朋友 如何介紹生死是 朋友 念凡是食友 所以故生死為死 涅槃為本 生死是死的部分來講 是無明 無明建立 後面才是講到 那個涅槃 好 涅槃 無明 無明死 就是 因為這個是最主要的是 無明 無明為心 那個 無明初念 眾生的無明先開始 涅槃是後後 後面才正 所謂朋友 所謂朋友 不過是我們所說的 眾生的無明住地很久 所謂舊 所謂舊 那個 涅槃是後面才 新建立起 所以所謂新 所謂新的是食友 所謂舊的 所謂朋友 為朋友比較講舊 所以為什麼講 先來講生死為死 涅槃為本 因為我們常說的是 生死為死 涅槃為本 本友 或是 涅槃為死 生死為本 生死為本 是我們眾生 我們為什麼會落入在生死 為什麼我們三界流轉 去以生死為本 這應該都有講 這應該都有講 那個生死朋友 涅槃使友 涅槃使友的部分來講 是比較屬於無明在前 涅槃 涅槃是因為後見 涅槃是 是後 後涅 所以舊 所以 如是的這樣子 反正 這完全是跟 本友跟食友 我們所說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 一個 佛教的一個 一些名詞 就是 有涅槃 有 有生死 有佛果 還有 不外是這幾個概念 大涅槃 佛果 無明 所以整個來講 這個生死涅槃 也都不能把它看成 完全是朋友 完全是食友 所以整個來講就是 如果講 為什麼說 涅槃跟 生死涅槃 不能說 他是朋友 不能說他 食友 因為如果說他朋友 有些人就用食友來 瓦解他 如果說他食友 又用朋友來瓦解他 所以整個 整個是說 為什麼沒有真正的朋友 沒有真正的食友 所以整個就建立於 非本非食 所以 這樣子了解的部分來講 就是中式無本無式 所以假明說 假明說 為什麼會有本友 為什麼會有食友 所以 而今假明 說故更富為 更富為本食 所以假明說本 本有跟食友 而現在更知道說 本食無益 本食無益 就是講到非本非食 所以後面的是講到誰的 本若是有金 本若是有金 則是無 所以這要把它蓋掉 這個我會把它忘了蓋 本若是無金 金則是有 所以故金 一個是金有 一個是本有 都皆得名為有 皆得名為無 皆得名為無 就是從這邊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本無金 就是講本有金無 本無金有 所以本 有時候講本 本有金無 有時候講本無金有 所以整個推論講 金可以說有 也可以說無 本也可以說有 也可以說無 這是講 假明說有 假明說無 所以有因有緣才這樣 佛善巧方便這樣說 好 好 那我們最後的 就是 下一解釋 最後 取文益中 在四十頁 的第一段 到此第七行 取文益中 為名 無本無金 無本無金 無本無金的金是講實有 為金才有 所以講 非本非非事 顧下文結緣 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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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顧之 這是因為波勒所建議的空 一切法空的道理 所以他講到三世如果是 認為是完全是 有法是我們所說的 因為波勒經建立無所得 無所有 這要知道是波勒經所建立的 所以你知道 你說三世過去有 現在有 未來有 這樣子的說法 是不合波勒的法教 所以何一說本故 何一說 說心 心故是講心舊 本始 至盡中世 無有心舊 無有本始 所以講說說心說舊 為什麼說心說舊 為什麼說本說始 到最後還是要了解 非本非事 非心非舊 的這些道理 所以當之說心故本來 說心舊 因為故我把它改成舊 因為故有時候在 又有些的這個 經文裡面故事 所以的意思 所以我們是講說心舊 本來指心為舊 而佛為什麼要說心說舊 因為 有時候就是要 要在心的部分來講 為了要說舊 或是為了要自舊 為了要未說心 本始也是 為什麼佛要說 一些眾生本有佛性 在波勒的這個提醒講 是為了要斷 眾生無常 偏偏直在無常 所以眾生是有佛性 因為知道有佛性才 慢慢的修學 修成佛 有這個修學的目標 所以講到為什麼說本有 是為了要 為了要斷無名 為什麼說 說實有 是為 所以講到本始亦爾 指本為至 就是指本有為實有 或是指指有為本有 指指為本故 或是指本是指本 就是講到他們兩個是有連等的關係 這個實有跟本有不能完全的 我們所說的離開 不能完全是 把它分成兩邊 所以如果你知道說 實有是為了本有而說 比如說為什麼要說無名 眾生無名 眾生初念無名 就是說無名為了要 要建立未來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未來的這個涅槃 或是未來的佛果 好 那個 說這個誰的 涅槃就是要斷無名 講到誰的 指本是 講到誰的 就是要知道說 這個本有跟實有的建立 就是指出這個本有 是為了實有的建立 指出這個實有的意思 是為了要建立本有的 我們所說的意思 知識為本故 所以指本為實本 指出這個實有是為了本有 所以這個本有是 實有的本有 指本為實有 指實有是本有的實有 所以本是非實 指本非本 故 這是講到誰的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本有跟實有 不要把它看成兩個 兩個都站在一邊 所以他們是有連帶的關係 所以我們所說的 史是本史 因為這個史 是為了建立本的史 這個本 本是為了建立史 所以說 所以說那個 所以本本是 本是非是 始本非本 這是絕上法師用的 他用的詞句 就是講到誰的 從這邊來講的是 本是非是 非非非 這個是要建立這個 所謂的中道的概念 因為知道他們兩個的關係 所以這個本史不是完全的就是史 因為他的史絕對是跟 建立在 他的這個史是建立在 我們本史的部分來講是 說本為了史 說史為了本 所以本 所以本史不是 你如是了解的是 本史是一種 對應關係 所以這樣了解 也就不是真正的這個 所以 離開本的史 始本非本 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 是 了解 說史 為了要建立本 這樣來講 就不是 就不是完全那種 完全是 站在一邊的那個本 所以如是的 如是的了解這個 本史的這個對應關係 你就可以完全是 了解 就是我們不站在這個 無本無史是 離開本一邊 離開史一邊 所以如是的了解 就是講到這個 無本無史是 離開本這一邊 離開史一邊 離開史一邊 你就了解 這個本是為了 好 說這個本 你要知道 而講 這個本 所以說史是為了本 說本是為了史 你這樣才不會 你這樣才不會 站在兩個都 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變成兩個都是 一邊 那我們這個 這樣了解 誰的 佛性到底是 是本有還是史有 就是講 佛性 真正了解佛性 就是非 非有非無 非本有 非史有 非當 非現 好 那我們 下一個 我們來了解佛性 那個 到底內外 還有有無的意思 什麼 就是體態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是講到佛性 到底 內外 眾生 內 裡內眾生 或是裡外眾生 到底有沒有的 意思 此蟲最難 了解 這一蟲就是 比較難 眾生比較難了解 所以 我們後面來講 我們後面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 眾生有 裡內 裡外 那裡內有佛性 到底裡外有沒有佛性的問題 所以他後面完全是講到 裡外有佛性 不是裡 裡內無佛性 或是裡內有佛性 裡外無佛性 因為佛性到底是在裡內眾生有佛性 還是裡外眾生有佛性 所以有關於佛性內外有無的討論 那我們先討論的前後 第一個先辨別 這個 裡 裡 裡內眾生跟裡外眾生 還有然後 才會說 到底裡內外眾生有沒有佛性的問題 那我們開始來講這個裡內裡外眾生 藍由來 一言 那個 就是講到 這個 說法 所以 裡內外凡夫 第一個 我們所說的 有人這樣講 裡內凡夫 裡外凡夫 或是 那個 還有 還有一個 內道凡夫 後面 後面的是講到 那個 我們所說的內道跟外道 有些是裡內 裡外凡夫跟裡內凡夫 我們來定義這些名詞 第一個 他從 性 性經念定會的 這五根 如果還沒建立的話 就是裡外 裡外 行星 叫做裡外凡夫 第一個是我們從 性 五根 性能五根來建立 如果沒有建立的話 就是裡外凡夫 如果 五根建立的話 就是裡內 心形叫做裡內凡夫 第一個先建立這個部分 所以叫做 裡內行星跟裡外行星 所以還是在凡夫 裡外凡夫跟裡內凡夫 那後面是裡 那個在道的部分 裡內 我們所說的一個 那個 道的部分 那個 那個 既有詞語 因為我們所說的 確實是有裡內凡夫跟裡外凡夫 他所從性的五根來建立 因為我們所說的有一個 我們凡夫就是還沒見到 裡外凡夫的部分來講 裡外的心形的部分來講 就是他 就是我們外道 就是我們外道 裡內的部分來講就是他 他有五根 但是他還沒有 他沒有 他也沒見到 所以叫做裡內凡夫 然後面道的部分來講 有內道跟外道 內道外道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在經文裡面都有提到 那個大家請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40月 第一個就是確立這個裡 裡外凡夫跟裡內 裡內凡夫 第二個是道的問題 外道道者 因為外道的所修學的道 他完全是無常無樂 內道所修學的道 有常有樂 那我們這個是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從這個有常有樂 無常無樂來講 我們 如果你要這樣定義的話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身文聖 是屬於外道 好這樣 因為他是從內道 因為我們講的 內道有常有樂 因為我們內道在 在這個波樂經裡面就是 因為波樂經最主要講的是 佛果 佛果是有常熱我經 所以佛果 大聖是有常有樂 身文聖是屬於外道 大聖屬於內道 好如果你要這樣定義的 這個是從凡夫來 有屬於內反覆 跟屬於外反覆 這個從道的部分來講 有這個所謂的 外道 有內道 那菩提解脫也是可以建立 外道跟內道 所以他建立說 身文的菩提 無常無樂 所以說為外道 諸佛菩薩 所有的菩提是常樂我經 解脫也是有常樂我經 所以大聖都是屬於內道 這是在道的 建立不同 內道是屬於大聖 外道是屬於身 所以如果是外道的話 就是講理外 或是內道的話 也是講理內 所以理內跟 理內外的定義不同 那我後面的問題是講到 菩提只是道 為什麼要出身文菩提跟佛菩提 因為菩提都是屬於 菩提道 為什麼要分為身文菩提跟佛菩提 他這個 其上法師的解釋 菩提是所行之道 是菩提是所行之道 先明 那個 所以菩提是所行之道 講到誰的 為什麼要這樣所行之道 因為身文菩提是身文所要追求的 所以所行之道 佛菩提是大聖所要追求的 所以它是所是我們所說的方向 所追求的 所以先明 這應該要那個 要把等的這個 所以先說 第一個就講到 比如說我們所說的 在色聖地來講 苦其滅道 為什麼要先說滅 才說道 因為有追求的方向 所以先說滅 才說道 所以講到一個是所追求的方向 另外是講道 道是能行之道 因為講道的部分來講 是講道能行之道 是我們所說的修學的方式 是我們所說的修學的方式 修學的方法 因為道最早一直講是 三十七菩提分法 菩提是果 為了要追求菩提 所以能手為益 既然有能手為益的話 我們所行的之道 我們有所追求的方向 就有身聞菩提 或是佛菩提 所以為什麼會 菩提會有兩個 應該是三個 但是因為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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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覺菩提把他拿到聲聞 那後面就是要講到誰的 裡內跟裡外的分 辨別 若又言 我們說說 裡 裡內外 有三個分類的標準 第一個是從這個 從這個五根的建立 沒有建立叫做裡外 這個是裡外凡夫 如果有建立這個五性根的話 就是裡內凡夫 如果另外一個建立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那個 我們這個第二種 是從道 從道來建立 道 道 那個 修學道 追求的 追求的 有常樂我進的 所謂裡內 沒有常樂我進的 所謂外道 裡外 就是所謂外道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 第三個的說法 一切諸法有生滅者就是裡外 所以講外道 虛屬外道 一切諸法無生滅者就是裡內 這屬於內道 所以這個是從般若的角度來講 君明發心物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 這個講到這個般若君裡面就講內道 大聖經典就講內道 所以從就是 辨別這個裡內跟裡外 不是內道跟外道 那後面是辨別這個佛性有無 那後面完全要問 裡外眾生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佛性 或是裡內眾生到底有沒有佛性 可是這個裡外眾生又有三類 裡內眾生也有三類 那後面那個 他第一個先解決這個裡外眾生 到底有沒有佛性 或是裡外眾生有佛性佛 這個問題 他這個講此不成問 這個問題是不成立的意思 為什麼不成立 那個他絕狀法師的回答 就是他嫁以解釋何者 因為裡外本至無有眾生 哪得問 哪得問言裡外眾生有佛性佛 他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他用一個問題來說明 這個語言就是講火 這個語言就是講火 火的意思 火中的水 火中之水 問到底火中有沒有水 他認為 他認為就是講到火中的水 他認為就是講到火中的水 他絕狀法師是火中本來就沒有水 本來就沒有水 本質不成有 因為火中的水 因為火中的水 這個水本質就不成有 怎麼可以說 哪得更問火中的水 而且又問這個火中的水從哪邊來 第一個他這個火中的水 所以既然裡外無眾生 所以既然沒有眾生 當然沒有佛性 無言所不見 因為沒有 當然 我們五個 這佛眼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當然看不到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 這是要講到裡外無眾生 因為他從裡外既無眾生 因為他最主要是承認有裡外眾生 因為他前面的講裡外眾生 第二個 第二個裡外 裡外的意思 因為我們前面的這個 先加以辨別這個裡內裡外 第一個這個裡外的眾生有三類 有第一類 應該有三類 第一個就是講到誰的那個 第一個就是講到誰的那個 那個 裡外 裡外行 靈心的這個部分 裡外行 我們所說的這個 如果以凡夫的話 外道凡夫的話 他不可能說 有這個佛性 他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你問這個 到底有沒有佛性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 沒有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其中法師的回答 就是只有這個 因為他認為裡外無眾生 我們裡外無眾生 我們把他推到 我們看他的解釋 因為他前面建立是 就是裡外行 他前面的建立 大家請看四十月 那個 這一段的第三行 新的五根位立者是 裡外行 名外凡夫 外凡夫 可不可以說裡外眾生 那裡內就不講了 因為他不是 因為我們所說的 信的五根建立 裡內眾生 所以他就不是 不是信的五根 所以我們就先綁著 第一個 裡外行星的這個 裡外凡夫 他有沒有佛性 第一個是 外道凡夫他沒有這個概念 你問他有沒有 這個問題不見立 因為他沒有這個概念 你問他們有沒有 他連聽都沒有聽過 怎麼會說有佛性 對不對 所以不曾問 像你一寫可以嗎 因為這個講到 我們外道的人 他沒有這個概念 你問他有沒有佛性 他可能聽不懂 所以不曾問 第二個 第二個是屬於 有三種裡外的這個部分 裡外眾生 第二個是我們所說的 身文菩提的部分 身文他是誰 因為他無場無樂 所以這個建立 裡外的眾 就講到這個外 再來跟這個所謂的佛 佛菩薩的所有菩提 具有常樂我境 所以他是裡外 他也是裡外眾生 那身文 那身文 其實來講 身文這邊來講說裡外 那身文說裡外的話 那身文說裡外的話 因為身文也沒有這個佛性的概念 你問這個身文聖有沒有佛性概念 等於問外道凡夫有沒有佛性概念 因為他沒有建 他沒有建立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 就是一切諸法無生無滅 因為身文聖不建立這些觀念 身文聖說的是生滅法 所以身文聖沒有這個佛性的概念 這樣應該了解吧 因為身文聖確實是沒有佛性 身文聖教法裡面沒有佛性的概念 所以你問他有沒有佛性 他可能會打一個大問號 所以這個問題對他來講 不是問題 不構成問題 所以講到水的 就像他講到佛中 佛中到底有沒有水 佛中的水 因為佛中本來就沒有水 佛中有沒有水 應該沒有水吧 所以他本質不成有 這個水根本在佛裡面 根本不可能有 所以你怎麼可能又再問 更問說這個佛中的水 這個水到底從哪裡來 因為他本就沒有 你怎麼還要再問 進一步來問這個佛中的水怎麼來 所以如同於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你還要問他怎麼 他本來就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不成問 所以里外既無眾生 就是他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既然沒有這個概念 怎麼會提到佛性的這個概念 所以他 因為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 因為沒有 所以我是沒有訓習這些概念 所以他的 他的 比如說他的 所以他慧眼不會看到佛性 他的這個 法眼不會看到佛性 好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們來講這個 里內里外眾生到底有沒有佛性的討論 首先先討論這個里外眾生有沒有佛性的問題 然後後面才討論里內眾生有沒有佛性 我們先講里外眾生 他這個是講這個 我們上節課 所以因為他這個 實際上來講是他沒有建立佛性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所說的 是這樣來說是沒有 那後面是引用這個誰的 晶雲 這是金剛經 菩薩有我向人向眾生向其非菩薩 從這個經文來說 這是金剛經的這個 如果有所得 眾生還有有所得的話 就是講到誰還有 我們講的還有身相還有滅相 眾生 如果菩薩還有這個誰 我們這個講有所得 所以絕對不是 成為一個標準的一個菩薩 如法的菩薩 然後後面完全的事故 我與人乃之金人 吾有佛性 他是從這個 從這個 大聖的這個角度來說 他完全是站在大聖的角度 因為 以身穩性來講他還是有眾生向 他還是有人向 身穩性還是有所得向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你還有這個我向 因為身穩性 我們眾生還是有 還有身穩性來講 身穩性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還有我向能向這些 就覺得是沒有佛性 因為是講到 沒有辦法看到真如 無法見真如 無法見如來 所以這個是從這個角度來講 他不可能有 沒有辦法見到佛性 後面是完全要站在這個理念來講 所以如果你有我 還有一個我 還有一個人向 還有眾生向的話 絕對看不到佛性 不會沒辦法見如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凡夫沒辦法有佛性 後面推認到 阿羅漢也沒有佛性 為什麼阿羅漢沒有佛性 因為我們的阿羅漢還是有人向眾生向 因為他也還有所得 所以從就是講到 你站在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阿羅漢沒有佛性 所以以示意故 從這樣子角度來講 這樣推論來講 所以草木也不建立有佛性 所以所有的眾生都沒有佛性 這是站在如何說沒有佛性的角度 後面的是講到如果說你要講有佛性者 所以我們後面的是講到 因為在到底有沒有佛性 就是講里內眾生 里外眾生 到底有沒有佛性 因為里內的部分來講 比較具有這個有知覺者 那里外的部分來講 比較講草木的部分 他後面會推到草木的部分 所以在後面就是講到誰的 那個 因為有兩派 因為當時在 對這個問題 草木到底有沒有佛性 無情眾生到底有沒有佛性 當時的討論真的是很激烈 很激烈 湛南法師 天台中的湛南法師 他是講到 他有做一本書 他有做一本論 就是說明草木皆有佛性 所以如果站在沒有佛性的立場 怎麼說 站在有佛性的立場 他後面講如果你要講的是有佛性者 就是不但眾生有佛性 那草木也有佛性 所以整個來講就是 也就是講 有些是講到里外無佛性 有些講里內有佛性 來辨別里內有佛性 從里外無佛性來說到 里內有佛性 因為這樣 那個 因為就是講到 里內無佛性怎麼說 里內有佛性有怎麼說 因為這兩派都有 都有人支持 那後面的就要討論到 眾生無佛性 草木到底有沒有佛性 從眾生無佛性的立場來講 草木有沒有佛性 喜來未成文 喜來未成文就是講 如果是你站在眾生無佛性 草木有佛性的這個立場來講 這個經文 這種的見解 這種的觀點 就是站在眾生沒有佛性 草木有佛性這種觀點 到底是經文裡面 唯有經文 到底是經文裡面確實這樣說 還是說你自己推論而成的 唯當製作 就是你自己推論而建立的 到底是 是經文有還是自己推論而成 如果眾生無佛性 如果說眾生無佛性的話 就可以直接推論成 眾生沒辦法成佛 如果草木有佛性的話 變成草木可以成佛 因為講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佛性 因為它是本因佛性 它是能夠成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 你沒有 你成佛如果沒有本因佛性的話 就不可能成佛 所以它是不是 為什麼講正因佛性 它才是真正成佛的因 成佛的正因 所以如果你有佛性的話 草木有佛性的話 那草木絕對可以成佛 此次大事 這麼重大的事情 怎麼可以輕言加以 確立這種說法 這樣讓人家非常非常的 具有疑問 就是講到 你絕對沒辦法真正說 眾生無佛性 草木有佛性 這種論點的話 是不能輕 輕以加以 我們所確認 後面是講 少聞都怪 從來有事 事故今言 有朱比丘 有人說大聖皆悉精怪 從 就是講到誰的 那個 這種的部分來講 那個很少聽 就是他用這個譬喻來講 有朱比丘 就是當時的聲聞聖者 聽到大聖的這個說法 因為大聖說無聖無滅 大聖說誰的 我們所說大聖所建立的這些 無所得的這些概念 是當時的聲聞聖者 是很難接受的 是沒 真的是很難接受 所以這個時候 比如說 這個滑花經 佛要說滑花經 這個時候 佛說的這個 佛當時說這個 那個大聖的這個聖身 聖身的這個佛的這個大菩提 難知難解 難路 連聲聞聖的這個 聲聞聖的這個解脫的教法 我們聲聞聖都 阿羅漢都沒辦法真正知道 阿羅漢的這個解脫教法 也是難知 聖身難知難路 難解 這時候聽到這樣子 好多人 五千位比丘 如果說你這樣說的話 眾生無佛性 草木有佛性 不少 不知道多少人會 離開就位 去 因為這種說法實在是 當然一下 非常的對法 法律 是非常的奇怪 那後面的是講到 那個 經更月舉一見以仇來問 月舉一見就是講到誰的 其上法師 提出自己的看法的意思 來 來這個解決這些問題的意思 就是 在大涅槃哀嘆篇裡面講 師諸得諸欲 來譬喻眾生 就講到如果說你迷的話 諸是我們所說的模擬寶珠 如果你無名的話 你就是失去 因為佛性是模擬寶珠 如果你被無名所遮障 而迷失掉了 這個時候絕對是失去 沒有佛性 故失而無 說為見不到佛性 如果你了解 能夠提悟到這個誰的 那個佛法 佛所說的這個教理 不必無名所遮蓋 這個是得有佛性 所以說未來可以見到佛性 後面也講到誰 所以為什麼說無佛性 為什麼說有佛性 後面也講到一場 大部涅槃經裡面比較講 一場題無佛性 有什麼 因為前面說一場題無佛性 後面說一場題有佛性 所以一場題無佛性 殺意無罪 那後面的 所以是講到誰的 其中法師先把 大涅槃經裡面怎麼說 眾生無佛性 眾生有佛性 這些經文都把提出來 後面也講到又喝二聖人 為嬌雅敗奏 永絕其根 永絕其根是永絕這個誰的 這個無為的善根 因為這個永絕其根最小的是 永絕無為的善根 如根拜之士 其非是名 凡聖無佛性 所以為什麼講阿羅漢沒有佛性 因為他根本沒有訓息 因為沒有訓息 所以沒有這個 所以因為你沒有訓息 所以沒有見佛性的因 那後面講到眾生當無佛性 那後面講到眾生當無佛性 為什麼講眾生沒有佛性 那何況草木 所以因此正知 所以從這邊來講 眾生既然沒有佛性 那推論到 眾生跟眾生相關的草木 也沒有佛性 所以講到眾生無佛性 草木 從眾生無佛性來推論 草木也沒有佛性 那後面的是講 眾生有佛性 草木也有佛性 就是因為佛點都有講 只有兩遍都有說 因為眾生無佛性 這一點來講 就是在大聲來講是眾生有佛性 很少講眾生無佛性 可是如果你要知道眾生為什麼沒有佛性 你是站在這個 真的是站在這個立場來講 因為無敏則改 所以眾生被無敏則改 所以所謂無佛性 如果你了解的話 體悟到的話 就是有佛性 另外講一禪題無佛性 為什麼又講一禪題 大波涅槃形雙書 在前面講一禪題沒有佛性 後面講一禪題有佛性 所以他這個佛性 他有把善根把它加以區別 一個是可以斷的善根 一個是不可以斷的善根 佛性是屬於不可斷的善根 那後面最早要講到 眾生有佛性 草木也有佛性 他舉這個華燕經 善才同志見這個迷勒 佛羅關 即得無量法門 所以大家請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在四十一頁的中間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善才同志 因為華燕經裡面的 最後一個就是 入法戒品 他的主要的第一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一品的第一主要的 那個主角就是善才同志 因為他是一個 這個 以他為 完全一站在他的立場 來 以他為主 來修學來去上佛果 所以這個時候他看到 彌勒 彌勒 然後 這個樓關 因為他應該 他看到應該是有沒有彌勒樓 這個時候他 這個時候他應該是關這個樓 抬樓 這個時候他得了無量法門 這個樓本身來講 是屬於無情眾生 所以這個時候 三才同志都可以關一個 一個抬樓 所以得了無量法門 所以得了無量法門 那盧氏的話 岐非是觀物見信 其得無量三昧 其得無量三昧 是觀物見信 就是想觀這個樓 物是講樓台 抬樓 見到這個 因為這個時候他 為什麼觀這個時候他 得無量法門 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 你要得無量法門 一定要先見佛信 見佛信才會 才會發揮出 無量三昧 所以他講到 觀物見信 所以才會得無量三昧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時候 沒有見到這個 所謂的真爐的這個體信的話 你就不可能得無量三昧 所以為什麼他講 觀物可以見佛信 所以為什麼觀草木 可以得佛信 那後面是講大吉經 佛菩薩 佛菩薩觀一切諸法 無非是菩提 那是佛 看所有東西都是菩提 此名迷佛信者 就是想反過來講 我們眾生觀一切法 就是無明 就是生死 所以迷佛信者 為生死萬法 悟佛信者 完全都是 我們所說的萬法 全部都是菩提 好 那裡講那個 後面有這個真兆 他的這個兆論裡面 還有講道遠夫載 這個道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我們的 物道的道 到底真的很遠嗎 真的很遙遠嗎 他的意思就是道不遙遠的意思 怎麼會不遙遠 極悟而真 就是當下看到物 認識他是真理實相 實相真理 這個就是道 就不遠 聖遠夫載 聖就是你要成聖 真的很遠嗎 他也講不遠 怎麼樣說不遠 你當下靈悟就是聖 因為神就是聖的意思 因為我們就說的 因為神是妙用的意思 聖也是妙的意思 一般的神是講 當時的這個神是講 有聖的意思 所以講道不遠 乘聖也不遠 你當下能夠看到物 能夠了解他的實相 真理 真理這個就是道 你當下能夠提悟 就是聖 後面講 若一切諸法無非是菩提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法都是 菩提是讓你覺悟的意思 你當下這個部分來講 何人不得無非是佛性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 怎麼說你當下不得佛性 因為如果你不得佛性 不可能當下看一切諸法都是菩提 因為你有 你見到佛性 才能夠當下看到所有的法都是成佛的因 都是菩提 這個完全是講到誰的 我們後面有講 這個涅槃經裡面也講 一切諸法稀有安樂性 意思經文 所以講到誰的 就是講涅槃經 一切諸法 就是講到誰的佛看到所有的法不外 是常日我盡 所以佛看到草木葉是草木也有佛性的意思 那怎麼說 所以他引用成為世論 為世論是講成為世論 就是為世無盡戒 所以為世無盡戒 所以本一定 這個完全是真諦 這個完全這個是其上法師印出來的 這種說法完全是真諦的說法 因為真諦就是講為世無盡 就是為世 因為他是講為世無盡 盡就是境界的意思 因為就是講到我們的相分裡面 所有的認識就是 我們所說的一言境 我們所說的一言 我們所認識的境界 境界 身外的一些些景象 這些的東西 都是我們的影像的相分裡面 影像相分都是我們意識所認識的觀念 這叫做一言境 所以他為什麼叫無視無外境的境 他遮止 我們所認識的這個外境 全部都是不離開這個相分的 事變的這個相分 相分的境 相分的概念 後面也講 山河草木皆是心相 沒有錯吧 我們所看到的山河小木 不外是我們相分的境陰 我們所說的影像境 是事變出來的境 我們所說的影像 所以心外無別法 所以心外就是沒有這些 這三個大地獄都是不離開心 所以心外沒有 沒有所謂的這些境界離開心外 我們所認識的這些境界不外是 我們的 我們第六意識所解釋出來的 我們所 外面的這些境界是我們所共變出來的 不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而且我們所看到的是我們的事變所出來的 所以講心外無別法 所以為什麼講為事無盡 後面講此名裏內 一切諸法一正不二 甚至講裏內眾生 一正不二就是一報跟正報 都是從心出來的 心想出來的 沒有不一樣 所以一正不二 因為完全都是心所造作 我們這裡我們的這個色身 正報也是 事變過去的這個心事所造出來的 我們的這個一報也是 我們講一正不二 所以眾生有佛性 從我們的這個 這個裏內眾生有佛性 所以來講這個草木也有佛性 所以以示意故 從這樣子來來推論 所以不但眾生有佛性 草木也有佛性 所以有一方說眾生沒有佛性 草木也沒有佛性 有一方說眾生有佛性 草木也有佛性 這兩種都有 所以若物諸法平等 不見一正二相 不見的意思就是 不見是一正 我們所說的一般的眾生 像生文聖 不是我們世間人認為 我就是我 世界就是世界 有這個所謂雙離的 外面不關於我的事情 這是眾生的概念 所以叫做一正二相 所以如果說你 了解諸法平等 就是講到誰的 整個完 這個是講到 世間 完全是我們眾生的信念所變 自變而來的 絕對不可能說有 一報是一報 正報是正報 所以成這個 我們所說的兩項 就是見到這個一報有一報的十有相 正報有正報的十有相 後面是講到誰的 李時無有成不成相 無不成故假言成佛 所以我們後面是講到這個 成佛不成佛的問題 因為只講到成佛 因為只講到成佛 這個後面的 例 因為我們所說的 我們說 那個 後面是講到那個 第一個先講我們的佛性 我們佛性裡說 我們眾生道理有沒有 我們 我們的佛性道理是修學而來的 還是 不應修學而來的 理事來講就是真正道理說 你不可能 我們佛性不能說是修學而來的 所以為成佛性 我們佛性又不能說不應修學而建立 因為你沒有修學絕對不可能見到佛性 所以李時有 無有成不成相 就是想 就講到這 所以他 有成為佛性 所以他有不成為佛性 那佛也一樣 因為佛的部分難講 是成佛 所以講到我們的佛 佛 我們在大聲的概略裡面 佛的怎麼樣真正成佛 就是把它過去的 在韋式佛學的理論來講 把它所有的佛的 所有的無肉的種子全部 現起來 在韋式角度就是這樣子 眾生本有佛的種子 但是因為他被我們無名所遮蓋 沒辦法現行 所以我們才會講到 我們要靠修學來把佛的無肉種子 把全部現起來 所以講到誰的 為什麼 就是講到誰的 第一個我們概念來講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都有一個本有的種子 本有生文的種子 本有原解的種子 本有佛的種子 本有佛的種子 但是因為就是講到誰 因為我們就是 無時以來被無名所遮蓋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才要修學才要建立 實際上來講他就是講到誰的 佛本身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那個 今天我們就是講到 為什麼我們 要說成佛 因為本身 一般來講我們是 有佛的這個 如果你沒有佛的這個 本有的種子 你都成佛 你不可能就是他 從 我們講到誰的 我們 就像佛性一樣 你不能說他 在佛才開始建立 無不成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周子他不成 因為他 我們所說的 本有佛 本有這個佛的這個種子 佛的無肉種 後面也是講到 也是一故 如果眾生成佛時 一切草木亦得成佛 這是從 從眾生的概念來帶出 草木也可以成佛 因為從眾生 來說 自己 看待 就像佛一樣 看待 就像佛一樣 他看待自己是佛 看待我們眾生也是佛 一切 後面是 用這個 一切諸法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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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如的本性 弥勒菩薩也有 也有這個 這是這個波勒經裡面所說的 弥勒 皆如也 就是從 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法就是 站在真如的立場來說 放在這個 真如的這個角度來建立 所以 從這樣來講 那個弥勒得菩提時 一切眾生皆以應得 這是從 弥勒得菩提時 所以這個時候 那個 就是弥勒得菩提 弥勒成佛的時候 所以他也認為 一切諸事都可以成佛的意思 所以皆以應得 應得就是 就是 就像佛一樣 佛成佛 成為釋迦美佛的時候 他也認識 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 這是講應得 站在本有佛性的立場來講 實際上他們以佛成佛 眾生也可以 未來也應該也可以成佛 因為站在真如的角度來說 所以此明眾生 彌勒皆一如就站在於 不管是眾生 六道眾生還是彌勒 都站在真如的角度來說 沒有兩樣 所以無二 所以彌勒可以得菩提 那眾生也未來也應該得菩提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因為站在真如的角度來說 彌勒可以成為佛 大菩提 那眾生也可以 未來也應該得大 得大菩提 也就叫做成佛 那眾生 阿吉爾 眾生如是 草木也應該如是 這是講我們的心一樣 眾生可以 草木也可以 看待草木也可以 看待他有佛性的意思 固知理通 就是從真理 從這個真理的角度來說 通過欲做 欲做 欲就是講到 從真理的來看 真如的角度 真理的角度來看待 欲做就是 所以要做這個 我們所說的要達成的話 無往不得 都可以 就是講眾生 是講到眾生皆有佛性 所以那從眾真的 從心相來看 我 就像佛一樣 他是佛 他看待 眾生也可以稱佛 他也看到 草木也 具有佛性 所以叫無往不得 世故得 這樣子的得 是這樣子 作為大聖 我們所說的 就是進入到這個 就進入這 華燕經的這個 這個大聖的 旅是無愛的那個部分 所以只是通門民意 是正在真如的角度來看 無所障礙 旅無愛跟 旅無愛到旅無愛 那後面是講到 都論別門是別說 就不能像剛才那種說法 為什麼不能像剛才那種說法 後面又講到眾生有佛性 草木沒有佛性 就講因為眾生有心迷固 因為眾生有煩惱 心 我們所說的 因為這個時候 心迷失掉了 迷惑 所以他變成他 要 未來要有覺悟 因為眾生有煩惱 因為眾生有煩惱 所以因為眾生有煩惱 所以他未來要走向覺悟 所以要得覺悟的真正力 所以草木沒有心 所以他 正在因為眾生有心 草木沒有心 眾生因為迷才要覺 草木沒有心 沒有心他當然不迷 不迷就不需要覺 所以由此這樣來講 他用的譬如來講 就像我們做夢 我們做夢之後 然後我們晚上睡覺 做夢之後 我們早上就醒過來 所以有夢有覺 如果你沒有夢 當然就沒有不覺 所以從這個立場 眾生有心 因為迷才要覺 有做夢才要醒 沒有你沒有做夢怎麼要醒 所以從這個道理來說 這樣的推論 眾生有成佛 因為眾生有佛性才能成佛 草木沒有佛性絕對不可能成佛 所以前面最主要的說明 就是站在一個 眾生無佛性 所以草木也沒有佛性 站在我們所說的真爐 或站在心的這個 立場來說 眾生有佛性草木也有佛性 那後面的是分開說 眾生沒有佛性草木 眾生有佛性草木沒有佛性 因為眾生有心 草木沒有心 所以眾 眾生有佛性 因為眾生 有佛性 能成佛 草木沒有佛性 所以草木沒有佛性 所以草木沒有佛性 沒有佛性 不成佛 那後面的就是 那個 那個41頁 的倒數第五行 前面最早講到 比較講的是 裡外無佛性 裡內有佛性 那後面是講到 裡外有佛性 裡內無佛性的問題 我們先 先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其中法師 那個 舉出來的經典 就是波爾經裡面所說的 如事物滅度無量眾生 事物眾生得滅度者 那後面的 依照那個 《華顏經》裡面講到 平等真法界 一切終身路 真實無所入 真實無所入 從這兩個經典 最假要說明就是講到 你要講到有眾生可渡的就是裡外 有法界可渡的就是裡外 有法界可渡就是裡外 有法界可渡就是裡外 如果按照這個波爾華顏的真正的講到這些 應該是 按照真正要這樣講 非 非度 非不度 非路 非不路 應該這些要這樣講才對 但是我們比較 這樣著重在 如果也這樣講的話 因為 我們說 那個 只要講到 那個 滅度 因為 《金剛波爾經》最曉得 就是這句話 在最前面 因為《金剛經》最曉得 是菩薩 要花這個月 要滅度 把所有的眾生帶到無於涅槃 真實又沒有任何眾生可以帶到無於涅槃 所以實無眾生得滅度 那後面完全要講到 什麼叫裡內什麼叫裡外 好就是 既有一切眾生入 如果說你講一切眾生 入 平等 真法界的話 當之這完全就是 裡外眾生的入 要知道 這樣講 因為如果你是講到 一些眾生有入 平等真法界的話 這個是講裡外 裡外眾生 而講這個十無所入的 這是講到誰的 此入是裡內無負眾生 故言十無所入 所謂裡內 十無眾生是講平等真法界 本身就是沒有眾生 這樣了解嗎 因為平等真法界 所謂平等真法界是真無的 離體 他怎麼可以有眾生 沒眾生的問題 離體是空性 真無沒有所謂的重 因為真無一直講離顏性 真無一直講他是 心形觸滅 原以道斷 原以道斷 他一直這個 所以你要講說他 他是講空性 他本身是講空性 所以講 一直講平等真法界裡面 他本身就是沒有 沒有眾生 既然沒有眾生哪來 哪來有 因為他本身就是空性 怎麼也有所謂的 露不露的問題 這才是真正的十無所露 四肢裡外有眾生 故得露 真正裡外眾生他才說露 而裡內眾生就不講露 因為十無所露 所以在裡內眾生來講 就是站在般若的角度來講 你說我們有沒有滅煩惱 滅度最小的是滅所有的煩惱 站在般若君是沒有煩惱可滅 所以我們講到螺絲滅度 失誤滅度 欲做此事 因為時間到了 這個問題我們在下一個課再加一 再繼續說明 今天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各位 菲薩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